我是少康 歡迎你來到TVS少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吳徵發言人 張棋凱委員 藍軒小姐 萬美林委員 有數會議員 唐孝龍先生 好 那麼昨天其實 幾件重要的事情 其中之一是拜登跟岸田 日本首相岸田 然後會面 美國給岸田很高的禮遇 是九年來 日本從來沒有過的國事訪問 國事訪問 其實到美國的各國正要如過疆之急 但是真的能被當成很正式的 國事訪問還有國宴這種很少 所以給日本非常高的排場 日本又喜歡這個東西 為什麼 就拉攏日本 拉攏日本幹嘛呢 就是包圍中國 所以美日要強化軍事同盟 而且美日安保也升級了 將來作戰無縫接軌 就可以接著美國打 日本跟著打 另外他們特別強調台海穩定 但是一方面穩定 一方面願意持續跟中國對話 對話歸對話 備戰歸備戰 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被稱為防禦性的聯盟 所以岸田方面也加強抗衝 拜登說美日澳把澳洲拉進來 將建立第一次防空網絡 所以美日關係延續到日本 就是說美日澳的關係延續到日本 另外為什麼就是應對北京的挑戰 所以將來會怎麼樣 日本到底會加入多少 不過澳洲跟英國顯然有點排斥 就覺得日本先不要進來吧 我們這個白人三國先搞起來再說 特別是澳洲一直希望核此潛艇 趕快能夠弄好 另外北京就譴責 這叫做冷戰思維 這些作為是冷戰思維 還延續冷戰時期的做法 不過岸田見拜登以後 誤稱中國是盟友 然後趕快改口 說不是盟友 美國是盟友 不是中國是盟友 你去跟美國講中國是盟友 另外美國說他會採取必要的手段 維護台海的和平 而且他在台海和平裡面 Campbell說他要扮演關鍵保證人 讓台灣永遠不會有事 因為之前安倍說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老美就說美國要確保台灣不會有事 所以日本也不會有事 我們看一下 美國總統拜登順大迎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訪 兩人一起檢閱儀仗隊重申 美日關係牢不可破 這是時隔九年 再由日本首相訪美 兩國達成軍事同盟升級 拜登更宣布 美日澳三國將首度建立 聯合飛彈和防禦網路架構 我也很高興宣布 第一次 日本和澳洲 美日澳洲 美國和澳洲 都會建立核心機構 核心機構 核心機構 畢竟有了俄烏戰爭前車之鑑 誰都不想淪為下格烏克蘭 另外拜登也宣布 美英澳AUKUS 夥伴關係將納入日本 加入第二支柱 聚焦研發 人工智慧 海底能力 害無人機等先進技術 總體而言 美日敲定約70項 國防合作協議 升級駐日美軍的指揮結構 向隆 會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在這個亞洲 兩個含義啦 一個就是 當所有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軍事的結盟行動 他都有一個假想的對象 就是中國 那中國的崛起跟壯大呢 是事實 那中國的軍工實力的提升 那個也藏不住 可是從一個實力的提升 從一個人變高變強變壯 去假定說 他就準備殺人放火 那個是你的認知 所以西方國家 把一個變高變強變壯的中國 等同於一個即將要 要對於這個全世界展開 一個霸權 然後侵略 然後採取一個比較攻擊態度的 一個中國 那個是兩個完全不同層面的 問問題 那至於西方國家 就美國為什麼是這樣子去思考 這樣子去處理 它跟事實之間的落差有多大 這個是包括台灣人都需要去理解的 我想說從1979年以前不談 1979年 那中國大陸 成為呢 成為就是美國呢 也認可的在地球上面的 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之後 這40多年來 中國沒有發動過一場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1949他建國之後 他沒有顛覆過任何一個國家 他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形成軍事同盟 去任何國家駐軍 到現在為止都一樣 因此你認為他變高變壯 這是事實 但他是要侵略國家 那是你說的 是你想的 可是他終究是在這樣做 那美國為什麼這樣子做 美國其實在所有今天呢 對於岸田文雄的邀訪 給岸田文雄一個這麼高的規格 去吹捧他 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岸田文雄本身的 他的內閣 他的政權其實是不穩固的 他現在呢 在日本的民調支持度 大概20% 如果不是因為自民黨一黨獨大的 那種的民主專政的形勢 他的情況不會比 現在的影學好太多 所以岸田文雄是難得 美國收在口袋裡面 現在還可以 還可以可靠的盟友 因為日本的在野黨太弱了 日本的所有的 有反戰背景的在野黨 現在幾乎已經快消失了 所以自民黨幾乎 可以在日本萬年執政 跟民進黨一樣 只要搞定了自己內部的派系 他就是最大的 將來台灣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此拉攏岸田是必然的 第二個所有對於日本的 在地緣政治當中的 軍事角色的提升 就彷彿如來佛 終於授權讓唐三丈 把孫悟空的上面的井窟咒 給拿掉了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 美日所謂的軍事同盟的提升 美日安保是單向性的 是美國對日本的安全的承諾 可是今天的軍事同盟告訴你 是雙向性的 將來美國在太平洋當中 不管是關島 馬馬里亞納 或者說受保護的 柏劉 馬紹爾 夏威夷 這些 這幾個島嶼 距離日本比距離美國都還要近 因此如果以後有事情的時候 就是好 我們是軍事同盟 你要保護這個地方 讓日本好像突然間變得非常的重要 日本取代澳洲 正式取代澳洲成為美國 在西太平洋的糾察隊長 副警長這件事情 在今天就確定了 當然他也倒過來講 美國等於在要告訴全世界 光靠我一個人要對付中國 是不夠的 是不行的 你們如果怕中國那就要幫我 至於你們為什麼怕中國 你們就自己想 不過當然日本因為離中國近 你現在不管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都很遠 日本近 原水救不了近活 而且日本強 又有錢 美國現在國力也弱了 也沒錢了 所以日本 本來日本一直很想出頭 大東亞共榮圈 只是被美國壓制 二戰以後的這個和平憲法 現在美國自己力量不夠了 而且出現一個更大的敵人 就是中國 所以要日本出來 我覺得剛好一拍即合 日本也想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來 七看 你怎麼看 我覺得美日這次軍事同盟 在升級這避難結果 因為中國大陸的軍事越來越巧 而且這一次是日本岸田政府 一直想要做的 他只要建立一個 美日的聯合指揮的機構 他要做什麼 建立聯合司令部 事實上南海已經有了 美軍住在南海那邊 他是一個四星的司令 所以他是可以指揮南海那個部隊 現在日本到現在都沒有 日本現在就只能變成一個補給戰 所以我覺得這是日本要他他所有的 可是你看拜登的講法 拜登講了兩個重點 一個他還是一個開放性 跟中國大陸的溝通 最重要他講什麼 這個同盟是一個防衛性的 就是他不主動 所以我知道後來到底兩邊 關係能夠升級到什麼程度 還要看後期整個發展 後期發展還是變數還是非常多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在美中之間 是一個密集的相互下棋的階段 密集相互部署的階段 他企圖達到的是一個恐怖的平衡 動態的平衡 所以你說是不是穩定 是不是我們可以靠 美日來確保台海的穩定 雖然說他們要力圖 確保台海絕對不會有事 但是這部分我覺得 事實上還要回到美中的關係 就是說你今天出一招 他必定會再出一招 你出一招他就再出一招 彼此之間的話 相互的一個競爭關係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相當的一個炙烈跟緊繃的階段 跟著剛才湘龍的話講 我覺得其實現在來說 我們都會說這是兩權相爭 講得再精確一點 我認為我覺得那事實上 是一個美國的霸權保衛戰 因為他已經長期以來 從二戰之後 就是一個單極領導權事件 他就是一個單獨的霸權 但很明顯他感覺到 這個區域的霸權當中的 一個是歐洲的擔心的俄羅斯 一個是印太擔心的中國 中國的崛起速度 比他想像中來的更快 所以他就用盡辦法 就是要想辦法先圈住他 牽制他 打壓他 而且這個中國的崛起 坦白說 因為我覺得不足以構成 兩強的原因在於說 你的軍事實力也好 你的這個半導體的實力也好 坦白說 距離美國都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美國很有警覺心 很有危機感 可能跟他過去的例子 從蘇聯的例子到日本的例子 有些是在軍事當中超越他 外太空超越他 有些是在產業經濟超越他 所以他認為如果說沒有提高警覺的話 可能中國就會成為 未來的蘇聯加日本的結合 所以對他來說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讓中國不要壯大 就在他可以跟美國競爭之前 先把他打趴 我覺得大概來說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他為什麼現在 必須要那麼積極的去 圈那麼多的粉 圈那麼多的盟友 你從這一次也有人去中國 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擔心已經不只是什麼 中國在南海跟菲律賓之間的 什麼島礁之爭而已 他的整個的 他認為 中國大陸的所謂的產能過剩 這產能過剩也是他的定義而已 人家生產的多 人家賣的便宜 人家的產品質好 大家愛買 對你來說過去福特傾銷全世界 過去的話 日本的Toyota傾銷全世界 都不叫傾銷 你就叫做傾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定義問題 但總而言之 中國大陸的目前電動車也好 電動車的電池也好 太陽能也好 通通的廉價賣到全世界去 確實對於美國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對拜登來說 他現在選舉最糟糕的一個 就是經濟問題 今天還被川普消遣 說CPI比想像中的數字還來得高 他說你看這個全世界 什麼美國遊戲來 最糟糕的總統 連個經濟都搞不好 昨天美股開盤大跌500點大跌 對 就是因為他的CPI指數 核心CPI指數比想像中中來得高 通膨很頑固打不下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 對於拜登來說的話 他跟日本之爭 他為什麼叫做全面性的夥伴關係 他今天講 聯合記者會上面講得非常的白 他跟日本是全面性的夥伴關係 合作從地球到月球 從展業鏈 從產業鏈就是半導體的部分 到價值鏈 到戰略鏈 然後從第一島鏈到第三島鏈 因為他把澳洲也拉起來 所以我認為其實目前看起來 美國就是用盡全力的方式去 去鞏固 去部署 不管你是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不管你從半導體到這個戰略 到什麼價值 我通通都有人在這邊幫你守著 目前為什麼動作那麼大 我認為跟美國的總統大選有關 我想這是最根本的 但是說未來會怎麼發展 他會不會再跟前段時間一樣 突然間跟習近平通電話 突然間又交好了 突然間又把台灣當作另外一種棋子了 我覺得未必不會 所以對回過頭來講 對台灣來說 我覺得待會我們要聊更多 就是馬錫之間 他們講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兩岸的事情我們自己處理 而不是美日非共管台灣 這是一回事 但是因為美國還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它不是只是在軍事上 我們看到在香港 香港股票從3萬多跌到一半 所以美國 歐美是聯合起來 把香港股市整垮 就是這樣把你整垮 然後歐美聯合起來 在大陸上不投資 想要圍獨你的半導體 圍獨你的高科技 然後甚至你想外銷 你的厲害的 你的太陽能 你的光電 你的鋰電池 你的電動車 在國際上那樣杯葛 歐洲先杯葛 美國再杯葛 所以大陸現在面臨的經濟狀況 也是非常非常的兇險 我也在問我說 大家都說不好的時候 不是應該好嗎 但是要看你不好多久 就歐美這個國家 唯獨你看你把你打壓多久 能打壓多久 打壓你多久 所以中國現在面臨的情勢 也是非常的艱難的 並非是因為人工艙 也沒有超過 這位 regel咨寍 在家族 辦公宜 Defense 那是 旦 Spit 一些衝 dafür 希望最主要能對